14日晚,2018女排式锦赛,六强赛第一场,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女排,和排名第二的美国女排之间展开,结果,中国队在野境中以3比2逆转美国,中国女排发挥出了极高水平,四天内两次战胜对手。 并改写了此前在世界三大赛,12年没胜过美国的历史,其中,小将李盈盈更是令人惊喜,替补上场的她主打最后两局赶下12分,开冲骑兵,第三局后半段,中国对场面较为被动,已落后5分,教练组换上了李盈盈,她上来第一球就被拦,本局只拿到1分,但到第四局她的进攻就如此多了, 尤其是23平的关键时刻,李盈盈连续两次进攻得分,为中国队赢得了打决胜局的机会,决胜局李盈盈更是迎来爆发,三局独得5分,在5比40,她拦住了埃金拉德沃的被飞,在10比7后,李盈盈的八球局联想对手3分,中国对决胜局15比9拿下, 李盈盈全场比赛进攻20扣9中,成功率到45%,加上两发一篮,一共得到12分,在美国队开始找到比赛感觉的情况下,她的上场打乱了对方节奏,成为取胜的关键因素, 赛后李盈盈表示,对我来说,每一次上场都是积累比赛经验,我一直在总结自己,也是越来越好,然后上场打得望我境界,用自己的年轻冲进带动打球,对自己的表现,她谦虚的表示,我觉得还是有队友的功劳,我只是发挥自己的优势, 进攻可发球,其他环节是对优弥补,这场胜率是大家努力,一起得来的,后两局用李盈盈主打,也是主教练郎平的大胆之举,全世界都会以为,中国队在宁静下会解放朱婷进行强攻,没想到朗岛的策略是,用朱婷接六轮逆船稳固后防,解放李盈盈的进攻,美国队显然没想到中国队有这么多变招, 上一场他们吃了没防住公祥宇的亏,这一场好容易防住了公祥宇,结果又冒出来了李盈盈,朱婷本场拿下25分说,赛后她说,都是球队的一份子,大家相互之间给的支持会比较多,我主攻的时候,张强明就要给我分担一船,但盈盈上来,我就要保障她,你遇到困难我就顶上,大家互相帮助渡过难关, 这就是中国女排常胜不衰的秘诀所在,图片来自网络微信搜索,我爱女排ID,W-E-L-O-V-E-L-O-L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。